第一時間 關時事 解局事 大家好 我是美玲 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要談的第一個話題 是俄軍在烏克蘭軍方上週末的哈爾科夫狂喜中倉皇落跑 遺留了不少相對完好的裝備以及彈藥褲 但是這些武器還不是那麼重要 而真正讓莫斯科感到恐懼的 使俄軍一項重要的武器也落入了敵手 暴露了俄軍全軍處於危險的境地 據西方媒體透露 除了被俄軍丟棄在哈爾科夫的坦克 大炮和彈藥庫之外 俄軍墜落了蘇-30SM戰鬥機使用的西比內電子吊艙 一旦被西方情報機構獲取之後 將會幫助西方研究出俄軍戰機的電子戰裝備秘密 這個西比內電子吊艙系統可在數百米距離外 掩護我方地面的戰鬥人員 車輛 空中戰鬥飛機和水面艦艇 探測並干擾敵方的地面指揮控制以及偵察系統 同時還可以有效地壓制美國愛國者等雷達制導的飛彈防空系統和空對空導彈 目前 該型電子戰系統的性能以及各項作戰性能的參數如下 採用數字射頻 存儲器技術 可提供多通道干擾 還有為飛行編隊自衛設計 提供電子干擾 以確保飛行編隊或自身的安全 比如在蘇-34轟炸機作戰時 可以掛兩個該型吊艙進行單機電子自衛 每個長為4.85米 直徑為0.3米 重量達到300公斤 當然 也可以掛4個吊艙對飛機編隊實施電子保護 這些吊艙的覆蓋頻率是4-18GHz 目前來說 從其性能 戰術以及俄國內相關的消息分析 該系統戰術上偏防禦 旨在保護自身以及整個飛行編隊 而非主動進行電子戰攻擊敵人 西北內電子戰系統承載黑海一戰成名 2014年 美軍派遣唐納德‧庫克號闖入黑海 俄國派出一架蘇-24戰機前往阻截 就是用西北內電子戰系統 展開了電子戰的干擾與質疑 結果致使宙斯頓作戰系統癱瘓 讓唐納德‧庫克號被迫悄悄撤退 以目前的局勢來說 戰況對俄軍十分不利 據德國電視二臺與德國廣播電臺的報導 德國總理蘇爾茲在多月之後重新開始和俄國總統普京對話 兩人在電話中談了大約90分鐘 蘇爾茲向普京提出一系列要求和警告 並敦促普京找到外交的解決方案 包括停火和俄軍的完全撤出 尊重烏克蘭領土與主權的完整 蘇爾茲還明確警告表示 俄羅斯任何進一步的吞併步驟都不會得不到回應 而且無論如何都不會得到承認 那麼跟俄國難兄難弟的中共呢? 堅定支持俄羅斯的中共 雖然偶有幾次喊話俄烏雙方的談判 但是 每每有回應有關俄烏戰爭的議題時 不是反對歐美制裁 就是抱怨雙標 可是 中共對於俄清屋以來 對民宅以及民用設施發射無數枚飛彈 迄今都不願譴責 更從來沒有出聲制止過 對於俄軍在布查鎮屠殺 虐殺平民 也只是表示要進一步再確認 此外 7日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與普京會面時 也沒有提及有關停戰的任何直言騙語 可就在烏軍12日傳出大捷的消息時 中共官媒環球網13日報導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竟然在例行的記者會上宣稱 中方關於烏克蘭問題立場是明確一貫的 呼籲各方通過對話談判 實現停火止戰 盡快找到兼顧各當事方合理安全關切的辦法 希望國際社會為此創造條件和空間 好的 我認為 這不是預蓋彌彰嗎? 大家都質疑中共偏袒俄羅斯的時候 中共卻自己跳出來 表示它的確站在俄國那邊 也難怪路透社13日獨家報導 消遣人士透露 說美國正在考慮調整針對中共的制裁方案 而且中俄兩國現在可是後院起火呀 總部位於拉脫維亞的俄羅斯獨立新聞媒體內幕10日報導 莫斯科羅蒙諾索夫斯基區 渡馬會議全體議員全票通過提議 要求普京辭職 然後在中國國際金融30人論壇 即中國社科院國際研究學部的一次內部視頻研討會上 中共中烏克蘭前大使高玉生分析俄國走向失敗的5點原因 顯然是不贊成中共的對俄政策 中共黨內一部分人的擔心 無疑於習近平挺俄的立場是背道而馳的 習很可能遭到黨內高層更多的批評 這對於即將出訪哈薩克斯坦的習來說 如同潑一盆涼水一般 其實 習近平目前正處在上任以來的最困難的狀態 程曉農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表示 主要原因就是經濟惡化 而且習也面臨著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孤立 也很難以普京結成緊密而互相依靠的聯盟 增強自己的國際地位 他解釋道 之所以如此 根本上是因為俄國的經濟實力不足 害怕與中共的緊密關係會讓中共佔據主導地位 自己反而變成次等的小兄弟 同時 中共的軍事擴張戰略讓俄國產生被威脅感 畢竟 俄國人口稀少 卻駐軍在有限的西伯利亞以東的半壁國土 始終都處在中共的壓力之下 更何況 兩國在歷史上還有過密有翻臉的歷史記錄 因此 俄國永遠都不敢信任中共 只能是多邊合作 程曉農分析 在外交上 俄國比中共老道得多 當年他在美蘇冷戰年代積累了豐富的外交經驗 更重要的是 他懂得如何和西方既妥協又對抗 而中共作為一個想稱霸的新勢力 非常笨拙 只會向西方國家一通亂罵 中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 比如國師王滬寧 永遠都編不出好聽的 有說服力的國際說詞來打動西方社會 而習近平更是缺乏國際眼光和處理大國關係的經驗 也聽不進任何戰狼語言之外的說法 所以 程曉農認為 普京與俄羅斯的精英不會真正看得起習近平 而習內心卻認為 自己現在實力大了 應該壓過俄國一頭 這樣 兩個領導人之間 不信任不僅有歷史原因 還有現實的原因 更有文化的原因 法國王5月報導所用的標題是 眾俄之間 與其說是友誼 不如說是互不信任 這也恰恰就是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的研究員 馬克.朱利安的看法 好的 那剛才美玲講的是第一個話題 接下來 我們要談的是 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前首席顧問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的主任余茂春 近日在臺灣英文媒體《台北時報》撰文剖析 中共對臺灣的假戰及其真實意圖 余茂春表示 中共在臺灣海峽不斷挑釁的大戰略 是為了推動中共全球鬥爭 對抗世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美國 臺灣海峽的所有重大危機 都是中共為了促進這項對抗美國的大戰略而挑起的 余茂春說 中共的這套馬基維利式的軌跡 俗稱後黑學 一直延續到今天 它的目的是 企圖迫使美國放棄支持熱愛自由 主權和民主的臺灣的決心 藉此折損美國的全球威望和領導地位 余茂春還說 自中共在大陸篡政以來 它對臺灣人民與政府便一直在發動一場假戰 就像唐吉和德攻擊風車一樣 在這場假戰中 中共提出的許多虛假前提都是站不住腳的 比如 臺灣從來就不是中共的一部分 而中共卻炮製出所謂的台獨不過是在轉移焦點 余茂春認為 如果臺灣從1949年以來就處於事實上的獨立狀態 臺灣今天就沒有必要宣布獨立 余茂春強調 自1949年以來 中共政府心甘情願地將中國領土割讓給蘇聯 蒙古和緬甸 而這些領土加起來 比臺灣這個小島還要大上幾十倍 如果中國的領土完整是中共最關心的問題 它就絕對不會這麼做的 好的 那最後呢 美玲來做一個總結 我在節目中講到 俄軍連西比內電子吊倉都落入敵手 這當然會令普金真正的感到恐懼了 而且俄軍大潛逃 也讓中共開始不安 外交部發言人急喊 快停火 另外呢 我還有提及 學者闡述了中共對臺假戰 並認為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對抗美國 好的 今天呢 我們就說到這兒 懇請各位訂閱 分享和點贊 您的支持就是我做好節目的最大動力 也歡迎您在下方留言 發表高見 第一時間 視頻在先 我們下次再見 再到討論一下 見面 最後一會 講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